好呦 通常會選擇 SUV的車主應該都很在乎後面的空間 然後我們來看它的便利器 如果當你手都拿滿了東西的時候 只要輕輕的感應一下 用腳踢式的方式它就可以開啟了 然後有一件事情 其實我覺得女生也會滿在意的 那就是我今天準備了一個小法寶 我帶了尺來看看 我們後行禮箱離地的距離大概有多遠 來量一下 因為如果過高的話 其實對於我們放一些東西重物的話 它就會比較吃力 好量的結果應該是70 大概76、77左右 76、77我覺得有一點點 感覺有一點點高 拿東西就知道了 大家看一下 我算是個子比較高的 所以當你在放東西的時候 我就覺得這個地方 這還是可以接受的高度 好 這時候我們要出國去了 通常行李箱都會很多 然後 尤其是大行李箱 其實這樣擺 我這樣發現還滿OK的耶 76公分的高度 其實是OK的 在第二排座椅沒有傾倒的情況底下呢 在後面的行李箱空間已經有550公升了 是滿足夠用的 但如果說你可能是很多人的行李啊 或者是想載更多東西的話 我們把第二排傾倒之後 好 它其實是滿平整的 你就可以把東西往前 1550公升 這麼大 好 放好了行李箱之後呢 你準備要上車之前呢 其實關門不用這樣關 只要腳再踢一下 就可以了 再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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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見